一名了解案情的美国官员表示 据信3月3日在墨西哥东北部遭到绑架的4名美国公民 是被嫌犯误以为袭击目标 并补充说根据在他们车辆中发现的收据 这些美国人当时是去墨西哥购买药品的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塞拉查3月6日称 一名无辜的墨西哥公民在袭击过程中死亡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6日称 受害者越过美墨边境去马塔莫罗斯市购买药品 我们掌握的信息是他们越过边境去墨西哥买药 和当地团体发生了冲突随后被扣留 墨西哥总统表示墨西哥政府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联邦调查局3月5日表示 有枪手在墨西哥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 向4名美国公民乘坐的一辆汽车开枪 随后将4人绑架 FBI宣布宪政寻求公众帮助 悬赏5万美元以找回失踪的美国公民 并且缉拿绑架者 这4人于5日乘坐一辆挂有北凯罗来纳州牌照的 白色小型货车进入马塔莫罗斯 这座墨西哥边境城市和美国德州布朗斯维尔市 隔阂相对 FBI圣安东尼奥分部办公室表示 这辆车在进入墨西哥境内后不久就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射击 所有4名美国公民都被带进同一辆车 随后被现场的持枪人员带走 受害者身份目前尚未确定 但FBI表示 正与其他联邦合作伙伴以及墨西哥执法机构合作调查此案 国务院以高频犯罪和绑架为由 已向美国公民发布了这一特定地区属于四级请勿旅行地区的警告 这是国务院旅行咨询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告 白宫3月6日表示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4名美国人在墨西哥被不可接受的绑架事件 马塔莫罗斯是墨西哥东北部卡毛利帕斯州的边境城市 离墨西哥湾45公里 与美国德州的布朗斯维尔市仅一合之隔 该市毒品走私现象严重 治安状况堪忧 就在绑架案件的同一天 该市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 警方警告家长不要让孩子上学 自2020年2月以来 美国驻马塔莫罗斯领事馆 已发布至少4次安全警报 提醒美国公民对当地的贩毒暴力 绑架 武装犯罪等行为提高警惕